中央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 现在我们为大家现场直播的是 2018年国际泳联世界跳水系列赛的第二站 这是在日本的富士站 也就是在富士山的脚下来举行的这个比赛 为了更好的介绍这个比赛 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我们中央电视台 跳水专项记者杨硕和我一块来给大家解说 杨硕曾经四届 他报道了四届奥运会 四届全运会和三届亚运会 所以等一会儿就关有关的方面 请杨硕多给大家做评论 蔡老师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们刚才看到到这个是澳大利亚选手美丽沙吴 他其实还有一个中文名字叫武力群 他的这个祖父祖母是中国人 爸爸呢是缅甸籍的这个华人 但是妈妈是澳大利亚人 从小一直一直在这个澳大利亚训练这个跳水 现在看到这个是日本选手 板桥美波 他做的是一个向内的动作 这个动作完成的不是很好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选手 我记得在喀山市井赛的时候 曾经看到他完成过109C 也就是说向前翻腾四周半 这是一个非常男子化的动作 说明这个选手其实是有能力的 但是现在看这两年 现在给他做指导的 这也是一个中国籍的教练 叫苏薇 原来是上海的 他到了日本也是有十几年了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朝鲜 的金国香 它是第三个出场 金国香是喀山市井赛 这个项目的冠军 明显这个压水花的技术 现在根据他的这个身体发育的情况 已经完全做不到这种压死水花了 你说你讲的身体发育 就是体型大了以后 这水花就比较难了 对这对任何一个女子跳台运动员来说 都是一个没办法愉悦的一个障碍 现在大家看到的是中国选手出场了 中国选手张家琪 刚刚14岁 也刚刚达到了参加这个世界大赛的 这个成人比赛的这个年龄标准 不够 大家其实可以看这个张家琪 这个身体还是非常轻巧的 他现在身高大概也就一米四十多 不到一米五 但是明显呢 我觉得应该是跟这个连续征战呢 有一定的关系 因为上周日他才刚刚结束了这个北京的比赛 然后马上星期一的凌晨就开始 转赴这个日本 训练了两天就开始比赛 所以我感觉体力应该不是很钦佩 那现在中国选手任倩 任倩 任倩 这是礼乐奥运会的冠军了 反过了 大家可以看这个如果喜欢跳水的观众 应该会看得出来这个仅仅一年多的时间 任倩的身高和体重应该说是飙升 现在他应该身高已经过了一米六了 就对于女子跳台运动员来说 是一个相当高的一个身高了 体重一直处于保密状态 但是我目测呀 应该也是接近一百一 所以对于他来说还是很难的 现在朝鲜选手金美来出场 现在进行的是 大家看到 他完成的应该也是向前翻腾三周半 这个女子女子运动员 他们的动作基本上都是相似 可能就是顺序上 嗯 也是一个 哦 漂亮 明显他在动作处理压水花上面 就比前面的这几个选手要好一些 分数一定也会比他们要高 对 他好像入水的时候 这个身体的直立的情况也比较好 是吧 有的时候看的水花好像压得不错 但是他实际入水的那个角度不是特别正直 是不是也是不好 对 而且就压水花的这一系列 这个有很多这个绝密的东西 嗯 中国 中国选手在压水花从最早的须名指导开始 然后就一系列的发明 对于整个这个 当然随着这个 中国这个教练在世界各地去执教 然后把很多理念也带到了世界上面 所以压水花现在已经不算是中国队的独门秘籍 但是他跟这个你的体重和你的这个整体的这种身材还是有密不可分的关系的 没错 现在澳大利亚的选手梅丽莎出场 你像这个手道力的话 这种他在这个难度上是不是要稍大一些 他也根据他的这个翻腾和转体的动作 你看他这个既有翻腾又有转体 他是他这个 这个动作其实对于女孩来说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标配 任何一个 因为女子成年组的这些选手们 他们要完成五个动作 跳手一共六个组别 所以其实向后对于女孩子来说比较难 所以这个臂力动作是他们必须要完成的一个动作 而刚才这个美丽莎她完成这个动作是基本 这个所有女子女子选手都会选择的一个动作 现在日本选手板桥美波出场 他是东道主 一模一样的动作 完成的依然不是进入人意 那他等于是像这个十米跳台的规定动作 就是应该是一共六组 女孩是五个动作 他有六个不同的组别 就是我们在看跳水的时候 大家会看他那个动作代码 前面有一二三四五六 他们有六个不同的组织 对于女孩来说 难度相对来说降低一些 在六组里面要选五个不同的组别 来完成他这个单人的这一套动作 男孩呢是每一个组别都必须要选择一个动作 没错 现在是朝鲜选手金国香 明显感觉他这个动作发沉了 杨说你看他现在我看他这个整个过程 他有一个首先第一个站好以后 然后有个起跳的动作 然后有个腾空的动作 然后身体姿态控制 然后再压水花 那在这几个环节里边 哪个哪一部分是最重要的 相比之下 对于打分来说 他每一步都是裁判 这个参考打分的一个重要因素 但是他这个 在空中 他起跳打开入水 这几步其实是非常关键的 什么时候 每个跳台运动员 其实是要求他们在空中 要看目标的 什么时候 在什么位置 然后把身体打开 然后完成入水 这个对于他们来说是 瞬间的反应 是非常精准的 这是中国选手张家琪 在这个组比里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的十米跳台里边 有中国的两位运动员 就是张家琪 任倩 再加上朝鲜的两个运动员 金国香和金美来 再加上澳大利亚的一个运动员 叫梅丽莎 还有日本的板桥美波 一共六个选手 感觉张家琪 今天的状态不是很好 上午的半决赛跳的 从分数上看 应该也不是很理想 应该 我觉得除了体力原因 也是一个年轻选手 第一次参加这种系列大赛 有关系 他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 中国选手 任倩 好的 任倩整个的动作都很流畅 但是就是水花压不死 杨硕刚才你谈到了 就是中国队在压水花上 有自己的独到之处 他这个和其他的国家 不同的在什么地方 就是他能 只要是身体控制 他能把他压死 那这个跟手的形状 可能有很大的关系 有很大的关系 而且是很重要的因素 也不外传 也是很 对 也是很 很机密的这种 但是你要是慢动作的话 是不是可以看清楚 他们有很多队友入水了 在水中 所以这个东西还真不能传出去 是吧 但是可以观察 朝鲜选手金美来 你看他这个水花的比较大 他这个身体打开的时间怎么样 你感觉 我觉得是稍微晚了一点 上午这个选手 应该是这个进入六个决赛 运动员当中发挥最好的 他难度也比另外一个朝鲜的选手 这个难度要大 李约奥运会 他跟这个金国香搭档 应该是获得了双人的第三名 实力和经验都有一些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全景 非常的漂亮 现在又轮到了澳大利亚的选手 梅丽莎出场了 现在他排在第四位 这个二组的动作完成得非常棒 但是呢 他完成的难度很低 因为他做的是两周半 而且还是报夕 所以这个难度就很低了 中国运动员 他做的是三周半 比他多了一周 这个说明其实这个梅丽莎 他的整体的这种能力在下降 毕竟他是一个27岁的老队员了 老队员 他参加过三周奥运会了 你看刚才他入水的时候 整个那个腰好像是弯的 是个反弓形 这个是不是不好 应该是直的最好 这个看裁判怎么判了 你像北京奥运会 其实我们先看日本 日本这个 他跳的是三组 这个是在女孩子里面 很少去做的这个动作 板桥美波 对不起 他做的也是二组 另外像刚才在腾空的时候 他这个分腿是不是不好 分腿肯定是会影响 这个裁判的印象分 所以你看跳水这个 他的空中感觉非常重要 对 他就是瞬间的艺术 有人算过 他从这个起跳到入水 一秒多一点的时间 他要在这个一秒多一点的时间 不仅要完成这么复杂的动作 而且他要精准的把身体打开 然后尽量做到入水 不见起这个更大的水花 处理好一系列的动作 这个非常难 哇 这么快 这个肯定是要扣分了 因为他做臂力 其实是要求在跳台上 有一个静止的过程 在上面做 所有六组的时候 都会有一个裁判 要在他的身后 做一个监督 看他胳膊有没有弯 有没有倒立之后 然后身体支撑不住 下来 包括倒立的时间 这些都是影响 他成绩的这些因素 没错 刚才他有点分腿 现在中的选手 张家琪 张家琪 这个动作对于他来说非常关键 跳好了很有可能就是冠军 但是跳不好 有可能出现非常大的闪失 今天上午 他好像这个动作就出现了大杂 我记得好像平均分 就只有4.5 漂亮 我看他在起跳的时候 你看起跳的高度首先就高 因为轻了 另外腿一直病得非常好 姿态控制很好 入水的时候很直 对 从这个角度 我们可以看体育馆 还是有点意思的 他好像只有两块跳板 这个应该是跟就是国际泳联这个规定的这个正式比赛的这种板的数量有些出入 要求一般是要求必须三块跳板 他整体漂亮是很漂亮 但是可能因为据我了解 这是中国队第一次到这个比赛场馆 也是日本第一次接手这个世界系列赛的比赛 同样的二组的动作看任倩的发挥 也是不错 但是身体 入水的时候 还是不够直 比张家琪好像差一点 就感觉这次动作 是吧 但是对于任倩来说 确实是不容易 这个阶段 是他非常难过的一个阶段 我记得一二年 这个伦敦奥运会之前 陈若霖也迎来过这么一段时期 就是身体在发育 但是能力有些跟不上 新人涌现非常的快 就对于他们来说 压力就会变得特别的大 你指的他发育以后体重增加 对 体型有变化 对 可是他肌肉力量的并没有同步增长 对 没有等比例的增长 他不像男孩 他可能这种身体发育了以后 他的力量训练相对来说 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这个任倩现在也处在这么一个时期 身体不再轻盈 但是他对胜利的渴望一样那么炙烈 这个不过小朋友上得太快了 现在朝鲜的金美来 这个二组永远是这些女运动员的一个胜负手 这个动作显然就是 应该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瑕疵 他这个 在过了 入水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身体不是一个直上直下的 有一个斜 就是好像翻转的角度 因为对于运动员来说 那个向后的感觉 永远不像向前的感觉那么好 所谓这个跳水天赋 有的时候现在张家琪已经排在第一了 但是领先的分数只有一分多 现在张家琪排在第一位 金美来第二 人欠第三 现在澳大利亚的选手梅丽莎 我记得我05年刚开始接手跳水的时候 就采访过梅丽莎 十几年过去了 他还能坚持站在这 不简单 就已经是一个胜利了 他参加了三届奥运会 没有拿过一块奖牌 最好成绩我记得好像只有第四 世界大赛好像也只拿过第三 但是这种坚持我觉得确实 这个 但是这个就是现在 他的目前的一个现状 没有办法 这种女子跳台对身体的要求太高了 他关键你的身体的控制能力 是吧 还有精确度 就是必须得保持一个正直 而且身体的每部位配合的就是控制 尽力的控制非常好 这个把草美波一看就是一个力量性 我记得15年在喀山 我第一次看见他做向前翻腾四周半报息的时候 我真的是这个惊呆了都 但是明显你看他的身体发育也是很大 所以做过 你看这个就是肌肉力量大了以后 他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一个控制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做过四周半的人再做这种三周半这个躯体 就是相对来说轻松的多 教练也非常兴奋 没错 我跟这个苏薇也聊过 就是日本他们即将作为这个东道主 这个对跳水的这个关注度 有没有因为东道主的身份这个有所改变 他告诉我依然没有什么变化 就是跳水在日本确实不是一个受重视的项目 你看他就是只能做向后翻腾两周半 但是他因为是用了躯体 所以这个跟任倩和这个张家琪他们的难度系数差距还不是很大 差了0.4 他这个入水你看也不是很直 是吧 就入的时候整个也是 但是基本上完成还不错 不错啊 所以这就是一个身体的控制能力 还有一个空中的感觉 包括你起跳的这个分量 用力的大小用力的方向 作用点恰到好处不偏不倚 然后再控制好 在入水的时候 在入水的时候 哇 这漂亮 这张家琪的状态慢慢的出来了 嗯 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收集芭比娃娃 哦 嗯 跟他的年龄非常相符 嗯 他12岁的时候 嗯 也就是16年 1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第一次拿到了成人全国赛的冠军 哦 那个时候他只有一米三几 那个衣服呀 基本上就是跟一个戏袍一样 穿着 我采访他的时候他在我面前只要是一晃动就跟无水袖似的 是一个特别可爱的小女孩 而且嗯 敢于说真话 啊 那个我问他 我说那个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当冠军 他说我喜欢 他说我还想拿好多冠军 充满了童真 同样的动作 哦 对于人对于仁倩来说 这个动作完成的就不错了 像女子跳水像这个十米跳台 现在有没有一个统计就是什么样的年龄的这个选手是最最好的 这个还真没有做过这种统计 因为像国外啊像美丽莎能坚持到现在 其实也从侧面的反应就是澳大利亚的人才没有那么充沛 嗯 中国呢呃 呃 我们大概其做过一个统计 两岁可能就在女女台上面就是一代选手 嗯 两年 对 人倩呃 呃 比张家琪其实就大了 大了三岁 呃 呃 但是呢 已经是在队里面就是两个代季的选手 这就是中国女子跳台的现状 呃 有人诟病这一点 就说说我们换的更新换代太快 但问题是 我们呃 这个完成也很干净了 嗯 但问题是我们有足够的人才储备支撑这个 呃 呃 当你这个呃 呃 因为身材发育的问题 因为伤病的问题 你没有办法这个 这个 在世界大赛上面有稳定的表现呃 呃 呃 变成一个稳定的夺心点的话 那很有可能就被 拍在沙滩上 所以这种东西 你很难说 哪个是绝对的呃 呃 这个跳水发展的主流 只不过就现在我们也在尝试着慢慢的延长这个女子跳台运动员的寿命 啊 包括像 任倩呀 斯雅杰呀 他们也都自己在通过自己的努力 嗯 像呃 陈若霖24岁才退役 这也说明了我们的女子跳水 就是女子跳台的运动员 也在慢慢的摸索 慢慢的延长运动寿命 最后一轮了 啊 现在是最后一轮 那刚才点评的是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跳水的专栏的记者 啊 杨硕 这是澳大利亚的选手梅丽莎 感觉整个今天梅丽莎应该都是力量欠缺 嗯 都是觉得 差了 那么一点 对 这个五组啊 这个大家可以看就是 最后一轮基本上 就是大家选择都是同样的组别 也是同样的动作 都是这个 5253 呃 向后翻腾 两周半转体 一周半曲体 这就是典型的女子化的动作 要是男子呢 一般就是5255 他可能呃 就会 要多一周 现在日本的选手板桥美波出场 那明显她在空中就比这个美丽莎要感觉要轻盈 没错 嗯 而且身体的控制的姿态也比较好 力量也足 就完成动作的轻松度要比她好 要比美丽莎要好 跟年龄真的是有绝对的关系 那个 我记得2000年 2000年的运动员 因为才18岁 但是明显也是发育的 跟她 三年前我看到她 小不甲比起来 就是天壤之别 那女孩好像感觉 我觉得 有的时候几个月不见 像任倩奥运会之后 几个月没见 我就觉得真的是涨了一块 身高体重全都在涨 包括她15年拿到世锦赛冠军的时候 完全不是现在的体型 分腿分得很厉害 不过 在空中完成的话 腿入水也不错 腿分开了 腿分开了 我现在对她的印象 还是那个 在15年喀山的领奖台上 站在最高处 然后 一边哭 一边 一边向他们的国旗致敬 那个场面还是让人印象深刻 张佳琪这个动作应该问题不大 这个应该是她 训练比较多也比较拿手的一个动作 现在她有一个新的称呼了 叫 叫国民闺女 因为在上一战 她跟另外一个小不点 两个都是14岁 刚刚出来比赛 她们的这个萌态 让好多人印象深刻 漂亮 这个确实 这个确实 这个我们可以想一想 这个难度 确实它高在什么地儿 如果我们拿一个 叼车 叼一根电线杆子直上直下 这个你一松手的话 那应该是 非常正直的 但是问题是 你如果这个电线杆子 不是叼起来的 而是从旁边给它推下去 让它翻准了 让它冲下 那这个难度就非常高 而且它们的横轴和纵轴 其实都要进行动作 没错 这个五组是 你既要沿着横轴 然后进行转体 又要沿着纵轴 然后进行这个翻腾 非常非常复杂 刚才杨硕讲的这个横轴 就是你往前转 就是前空翻 这就叫横轴 这就是个复合版 不错 其实它在前面起跳 空中 其实都还是不错的 但是就是最后吃亏吃亏 在这个入水效果 这个入水效果 其实是普通的老百姓 看的最明显的 也是这个裁判 这个打分比较重要的 这个你像水花 比如说基本没水花 和稍微有一点水花 是差多少 能差多少 差0.1 不 它的跳水打分都是以0.5 0.5 0.5的一个机 对 但是完全看裁判 它有一个 就是跳水这个项目 为什么没有世界记录呢 是因为每一场比赛的裁判不同 然后它每一场的这个 打分的这种标准 跟这个松紧度也不太一样 所以你很难让它完全去同 它一个基本的标准 我们现在看最后一跳 真美来朝鲜选手 可以预祝中国选手这个顺利夺得冠军 这个水花就比较大 水花大呢 跟它这个整个身体进入水之前的这个垂直度也有很大关系 其实应该说这个是金美来就是正常的这个水平 但是上午我们在半决赛里面没有排的第一是因为 确实我们自己自我的调动还有发挥没有那么出色 日本的板桥哭了 是应该板桥应该上去了吗 哦 对果然 板桥是第三 中国的两位 专家骑士第一 然后 人欠是第二 日本第三 两个朝鲜四五 最后是澳大利亚的美丽莎